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几下高端纸品牌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系列之SPA号 我是主讲人志哥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Transformation算子的Map Partitions Map Partitions with Invest,Sought By和Sought By Key算子 那么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千锋大数据学习营QQ群群号是241617568 那么OK,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好,那么开始我们的正式学习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算子叫Map Partitions 首先打开我们的ID 让我们的ID加带一下,稍等 OK,打开我们Transformation的这个工程 然后在左边呢,我们新建一工程 叫TransformationDemos 你有一个Scalar Class 好,我们新建这么一工程 然后呢,接下来首先第一个 咱们先把慢方法引入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创建当前SPA对象 VL Conf 等于另外一个Spark Conf 等于另外一个Spark Conf 然后点SetApp 然后双眼号 这里咱把当前的名字拿过来 扔进来 然后进来点SetMaster 我们来指定当前的一个运行方式 我们本地Local 然后VL FC等于另外一个当前Spark Contest 然后将库务对象传进来 OK,那么此时呢 Spark对象已经传递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个Map Partitions 那么Map Partitions 它可以便利出集合中每一个元素 可以便利出集合中每一个元素 或者说呢 相当于什么呢 便利出当前RDD中的 这个RDD RDD中的每一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 然后呢 并对元素 可以进一步操作 例如什么便利 或者是当前的一些 这个承词等等一些操作 可以操作 那这里 我们来创建当前这么一个RDD MLRDD1等于SC 然后呢 这里我们传入一个list的集合 然后我们有一些元素 1,2,3,4,5,6 然后这里 我们在创建RDD之前呢 咱们之前学习创建RDD的时候呢 我们一般来说 这样创建RDD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其实呢 我们在创建RDD的时候呢 是可以给RDD进行分区的啊 那后面的个数啊 就咱们第二参数这个多少啊 决定了当前你要分区的个数 我给3呢 默认就是三个分区 记得啊 默认就是三个分区 那这个分区中的作用是干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啊 Map Partition呢 可以编例出当间集合 或者说是RDD中的每一个元素 并对元素进行进一步操作 对吧 进一步操作 进一步啊 进一步操作啊 那么这个进一步操作 它是对谁做的呢 记住啊 这个Map Partitions 是啊 P-L-T-I-T-I-O-N-S PARTITIONS 是对每个分区中的数据进行迭代 也就是说当前我们不是做了三分区吗 对吧 那么这里系统呢 就会当前将list的集合中的数据呢 分成三个区 每个区中呢 都会有固定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的Map Partition呢 就可以将当前分区中所对应的数据取出来 并且进行一些计算 例如在这里 我将分区中的数据取出 并且重拾操作啊 假如说把每个元素都乘以10 所以这里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这样做 RDD1 第二 Map Partition 然后记住啊 这Map Partition呢 一般有两个参数对象 第一个呢 就是delight器对象 即操作每个分区中的元素啊 这个分区中的元素 每个分区中的元素 抵来记住项啊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是一个默认值 它呢 一般来说呢 是一个Fulls值 问是否保留当前 FullRDD的Partitions啊 那一般来说呢 我们是不会修改FullPartitions的啊 所以这里 这个位置呢 我们直接传计算就行了 也就是说下线 代表每个分区 点儿 在这里 我们可以便利分区下的 每个元素Map 然后再下线 代表分区中的每个数据 再乘以10 那也就相当于 我便利出 每一个分区中的数据 进行诚实操作 所以这个就是 Map Partitions的一个应用 它的反位值呢 是当前的一个 RDD 因为咱们之前就是上面就是一个RDD嘛 对吧 上面就是一个RDD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叫做RDD2 RDD2 然后接下来呢 这里我们将当前那个值啊 可以输出 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分区中数据 被我们处理之后的效果了啊 这个print Prnt啊 Prnt Print Ivan 然后RDD2 点儿 Connection 然后我们呢 再点儿 那个 Connect啊 然后再点儿 Toolist 输出即可 保存 我们执行 好 我们可以这里看到 原来的数据呢 分别是123456 对吧 那我将分区中的每个数据呢 都乘以10输出 这里大家看到 变成10 20 30 40 50 60 对吧 所以呢 这里当前MapperPartitions呢 可以对当前数据进行便利 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在这里 我们将当前那个算子介绍完毕